哈喽大家好,我是不刷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轻松歌 之前有给大家解说过韩国鬼才导演金基德的十多部作品 我把它命名为金基德悔三观 因为它的作品步步众口 步步动动轻易震随您的三观 该系列很受大家欢迎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鬼才导演袁子温的作品 袁子温的作品有三宝 分别为开车、截肢跟霸稿 一听就知道,它的作品同样以众口虐心渐长 所以我把这个系列命名为众口袁子温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该系列的第一部 在这部作品中,不但齐聚了三宝 而且剧情迫具争议又诡异 有人说,这是一首用沉沦在情侣中的肉体 铸就的诗篇《殿之罪》 二十世纪的东京色谷,有一条著名的酒店街 这里情侣酒店邻里,也有许多卖春者聚集 一个雨夜,街中的废弃建筑内发现了无名女士 女警吉田接到电话,紧忙中断旅情人的优惠,赶往安发地点 废弃建筑内看起来共有两具被截至的尸体 一具身穿红裙躺在地上,头部被替换成了假人头 另一具则穿着学生制服坐在椅子上 但只有双腿是真人的肢体 这两具尸体看起来已经摆放在这里了很久 断置的横截面上,爬满了密密麻麻的蛆虫 尸身后面的墙上,沾满了粉色荧光涂料 中间写着一个大大的写字,成 警官推测,这或许是受害者的名字 随后,他们展开了调查,搜寻全程失踪的女性 接下来故事线转到女主之一,居吃全美这边 全美是一位知名作家姓雄的太太,长相十分出众 在万人眼中,她生活优越,与丈夫也很恩爱 但只有全美自己知道,她是如何苦苦在这段婚姻中支撑 全美的丈夫姓雄,在人前温和游离,风度翩翩 但实际上,她有着严重的强迫症 拖鞋摆放的位置不能有丝毫偏差,咖啡的温度要刚刚好 就连洗澡的香枣,也要是固定的品牌 一旦全美有丝毫差池,便是披头盖脸的一顿数落 全美只好每天都为丈夫摆放好每个物件,在丈夫下班前泡好咖啡 站在门口恭敬地等待丈夫归来 即便全美做得几乎是全是美 换来的也不过是,姓雄一句轻描淡写地夸奖 就连姓雄的读者见面会 全美也只能默默地躲在角落里,注视着丈夫的身影 不敢上前打扰 除此之外,两人的婚姻还有着更难以言表的隔阂 姓雄已经很久没有和全美发生关系了 尽管作为情欲小说作家的姓雄,在书中写满了对激情的向往 但却几乎从不和妻子全美产生任何肢体接触 往往是姓雄坐在沙发上,而全美跪坐在地上侍奉着她 或是两人远远地坐在沙发的两端 就连夜里,两人中间也有一条高高的分水岭 面对这样冷漠的丈夫,全美常常夜不能寐 一天,全美的朋友来她家中拜访 谈论起丈夫姓雄,全美有些难堪 姓雄早早离开家很晚才回来 一日三餐都是全美自己一个人解决 朋友们很快意识到了全美在家中的地位 这不像是妻子,更像是一个百依百孙的庸人 但全美却极力维护丈夫,看起来已经满足一线有的一切 但在独处时,全美会打开自己的日记本 在日记本上倾注自己的欲望 全美并不是一无是出的家庭主妇 她饱读诗书,这也是她如此爱慕身为作家的丈夫的原因 但这份爱却没有填补全美内心的空穴 无尽的欲望在她的内心滋生 全美迫切地想要做些什么 想要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 或许等到某天全美不再失眠 就不需要再写日记了 在经过丈夫的同意后 全美来到当地的超市做兼职 她的工作便是要喝着吸引客人品尝香肠 但全美向来温和怯懦 她的声音太小,顾客都听不见她说话 因此,全美被精力训斥了一顿 夜里,全美躺在丈夫身边又一次辗转难眠 看着丈夫安然睡去的面孔 全美只觉得内心无比空虚 她只能重复着每日枯燥的生活 一次次面对丈夫冷梦的面孔 目送她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 在丈夫回家前做好一切家务 这样的日子没有任何温情 一天,全美的生活迎来了转机 心态爱丽在超市里一眼看中了全美 她丝毫不掩饰地赞美着全美的美丽 认为她非常适合做模特 无休时间,爱丽向全美解释了这份工作 并递上了一本相册 这是为她工作的模特的照片 全美翻看着相册 前几张还是正常的照片 再往后就都是裸体写真了 爱丽极地邀请全美为她工作 她认为像全美这样的美人 不应该埋没在超市里 全美有些迟疑 爱丽也没有强迫她 只说如果全美愿意 她可以随时为全美拍摄 夜晚,兴雄把全美狠狠数落李顿 因为全美忘记为她换上她常用的香皂 全美十分紧张 不停地鞠躬到前 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她借过兴雄手中的香皂 即便要去更换 这时兴雄喊住了全美 她脱下浴袍 恩赐般地允许全美触摸她的身体 全美跪坐在地上 感激地抚摸着星雄 满眼都是爱慕与崇拜 第二天早晨 全美照例目送星雄出门 接着一丝不苟地做起家务 她抱起星雄的衣物 深深地嗅了一口 露出满足的表情 夜里 全美接到赖里的电话 她邀请全美 明天去往她的摄影棚拍摄 全美明知道 会如同相册中的女孩们那样 拍摄暴露的写真 但鬼使神差的全美同意了 挂断电话 全美坐在了沙发上 看着丈夫的侧脸 和两人之间遥远的距离 她再也无法承受婚姻中的冷漠 下定了要去摄影棚工作的决心 一日 全美来到赖里的摄影棚 摄影棚中央是一张大床 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着拍摄道具 见全美到来 所有人都非常热情地欢迎她 每个人都环绕在全美身边 热力地夸赞着她的美丽 工作人员很快给全美换上了一身大红旗袍 颇为拘谨的她 在摄影师的指挥下 机械地摆出一个又一个姿势 不过在众人的赞美声中 她这种拘谨很快消退 工作人员给她换上的服饰 也越来越暴露 最终她穿上了一套比基尼 就在全美以为 今天的拍摄即将要结束时 爱丽劝说全美 事事全裸写真 这显然还是超出了全美的接受能力 她语无伦次地试图拒绝 但一个男人坐在了全美身边 爱丽失去地离开了 男人名叫马天尼 她不遗余力地夸赞着全美 并顺势扑倒了她 热情地亲吻着全美 或许是太久没有和丈夫亲热 又或许是全美此生 从未被如此热烈地赞美过 她没有反抗 任由马天尼爱抚着她的身体 直到马天尼将她的衣物全部脱下 全美闭上眼睛 如同待宰的羔羊般接受这一切 一旁的导演见状 偷偷将相机换成录像机 拍下了这荷尔蒙四翼的场面 拍摄结束 全美坐在化妆间 她眼中寒泪 手指抚摸着婚结 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半推半旧地 任由他人拍摄自己的裸体 甚至在摄像机下 肆意地与陌生男人缠绵 这无疑是对丈夫的背叛 这时 爱里递给全美五万日元 这时的今天的拍摄报仇 几乎是她在超市实心的十倍 可全美并未感到开心 她沉默地看着手中的钞票 违背道德的罪恶感 在她心中蔓延开来 全美按照爱里的指示 去浴室泡澡 马天尼走了过来 坐在浴缸边 她暧昧地贴近全美 询问她接下来是否有空 马天尼并不满足于刚才的婚爱 她邀请全美 和自己去情侣酒店继续缠绵 全美没有来得及拒绝 就沦陷在马天尼热烈的爱抚之下 半推半就地同意了 回到家 全美脱下所有遗物 站在镜子前 欣赏自己娇好的身体 她对着镜面 摆出一个撩人的姿势 说着在超市中 吆喝客人的歌词 欢迎光临 要试吃吗 很美味的 渐渐地 她的声音越来越红亮 脸上的笑容也愈发灿烂 全美从那威威道德的拍摄时 那些诚挚的夸赞 与热烈的缠面中 找到了自信 那时她冷漠丈夫姓雄 从未给过她的肯定 第二天 回到超市的全美一反常态 她笑容热情 声音红亮 吆喝着过往的客人 品尝她手中的香肠 经历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她亲密地拦着全美 说着 你是如此美丽友人 一定克思云来 这无疑是一种性骚扰 但全美却因此受到了莫大的鼓励 晚上 星雄也发现了全美的不同 自从全美外出工作 整个人就变得容光焕发 星雄久违地 向全美展露出温柔的笑意 当晚 全美没有失眠 她睡得很好 甚至在梦中都笑了起来 第二天早晨 全美也照例目送星雄出门 然而今天的星雄 并不像以往那样冷漠地告别 而是万分柔情地 给了全美一个吻 星雄从未如此轻腻地对待过她 全美先是惊讶 紧接着变相时 得到糖果的孩子那样笑了起来 那一次小小的背叛 似乎让她的生活彻底好了起来 不久后 全美又一次来到了爱里的摄影棚 她不再像上司那样紧张 而是大胆地穿着火辣的豹纹比基尼 自然地在床上 摆出了人的姿势 马天尼笑着扑到全美的身上 两人立刻热情似火地缠绵起来 全美丝毫没有抗拒 反而享受起着背叛道德的交换 全美不仅在摄影棚里如此大胆 超市也变成了她纵情的狩猎场 一日一个男人在品尝香肠时弄脏了嘴角 全美暧昧地用手指擦去了男人嘴角的酱汁 挑逗地喂进了自己的口中 甚至抓起男人的手 按在自己的胸前 说着吃掉我的也可以 男人哪惊得起这样的诱惑 两人立刻在超市的洗手间里缠绵起来 全美从未如此放纵地 与陌生的男人欢好 她的脸上浮现出无比享受的表情 全美与幸雄的生活也空前地甜蜜起来 每天早晨 幸雄都会在出门前给全美一个前圈的吻 全美仿佛明白 她的内心越自由轻松 丈夫便会柔情地对待自己 她也终于能从压抑的夫妻关系中 得到一丝喘息 这似乎变成了一种鼓励 所以全美越来越大胆 她从衣柜中翻出 那些婚后从未穿过的性感衣裙 如同孩子一般 兴高采烈地将衣物抛向空中 全美换上不同的装束 在镜子前欣赏自己 终于 她挑选出一件墨绿色的裙装 画上艳丽的妆容 戴上墨镜 招摇地走上大街 一路上 全美都享受着路人惊艳的目光 她对着路边的镜面 整理自己的头发 一个身穿白衣 头戴白色礼帽的男人突然靠近 全美察觉到男人似乎不还好意 急忙向别处走去 她在商场门口站着发呆时 那个带着礼帽的男人 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变戏法地将一朵玫瑰递给全美 男人质疑邀请全美跟自己来 但全美对她没什么兴趣 匆匆离开了 男人却显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看着全美的背影 她露出一个志在必得的笑容 全美漫无目的地 游荡在东京的街头 不知不觉间 她走到了色谷区的酒店街 这里情侣酒店邻里 男男女女依偎在一起 寻找着释放激情的落脚点 全美从未来过这里 她兴奋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突然 那个头戴礼帽的男人又追了上来 她一把拉住了全美的双手 带着她原地转起圈来 全美起初有些惊恐 紧接着便快乐地肆意大笑起来 这个男人名为薰 她停下 揽着全美说道 这路上的人们都在寻找城堡 他们都想要找到城堡 却都无法找到 因此他们不断地寻觅 说完 薰拿出一个专用粉色油漆的气球 用力捏薄 暧昧的颜色 便沾染了两人的面孔 他们放声大笑起来 薰顺势邀请全美去酒店中清理 真实意图全美自然明白 内心已经开始激荡的她 不但没有拒绝 反而主动扑在男人的怀中 她告诉薰自己已经身为人妻 但薰毫不在意 说要和全美一通向往城堡 全美问她城堡是指什么 可薰也不知道 只是说某个女人告诉她 仍未有人找到城堡的入口 接着便欢快地拉着全美走向了酒店 静同回到女警吉田这边 一个雨天 她又一次来到智杰安的现场调查 同时告诉她 这栋建筑早已废弃 常有男女来这里偷情 满地都是安全套 根本分不清哪个是犯人的 因此也无法根据DNA找出犯人 唯一的线索就只有被肢解的尸块 法医告诉吉田 这具尸体的头部 双臂和双腿都被割下 只剩下上半身的驱赶 和没有双腿的下半身 能得到的信息 只有这两块尸体属于同一个人 初步判断是一名25到40岁的女性 西田回到办公室 梳理着案件的线索 这个被分成两半的女人 一部分穿着红色长裙 另一部分穿着学生制服 手提包在身侧 里面有少量现金 这样的打扮 加上死亡的地点酒店街 应该是卖春的女人 现金没有被取走 显然不是为了钱财 再加上犯罪手段非常残忍 或许是变态杀人犯的仇杀 同时告诉吉田 案发至今 失踪到25到40岁的女性 一共有5人 而在半年间 更是有153位相同年龄的女性失踪 并且大部分都是已婚女性 同时有些戏谑的 与吉田分享听到的传闻 说是有些家庭主妇 错过了说垃圾的车 便一路奔跑着跟着垃圾车 阴差阳错地来到了陌生的街道 接着主妇便会产生怀疑 我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赶不上垃圾车 又能有什么大事 主妇真正寻找的 并不是眼前触手可及的垃圾车 而是因为被无聊的日常生活压抑着 才对未知的方向 产生了好奇与向往 接下来 主妇便不知所踪了 而三天后 那个主妇便自行回到了家中 同时的言下之意十分明显 便是说主妇出于无聊与寂寞 在机缘巧合下 找到了找乐子的地方 紧接着便沉溺在快乐中 或许那些失踪的已婚女性 也正是出于这种缘由离开家的 唯一不同的是 他们再也没有回家 地铁上 吉田打亮着寂静的车厢 恍惚间 他看到一个身穿红裙的女人 笑容温和地站在不远处 凝望着她 回到家中 吉田做好晚饭 和一家人一同用餐 一家人的对话沉闷无趣 吉田生硬地回应着 丈夫和女儿的关切 一顿饭吃得食之无味 洗完澡后 吉田接到李同电话 内视他的情人 要求吉田立刻出门与他优惠 吉田产生了退缩的念头 他不想失去自己的家庭 可前人描述起了 两人欢好的情景 吉田在无法经受这样的撩搏 匆忙抓起厨房中的垃圾袋 谎称雪扔垃圾 便冒着大雨 抛进了前人的车中 一见面 两人就立刻激烈地拥吻起来 故事先再次回到全美这边 他正与勋在浴室中忘情地缠绵 粉色油漆 如同汹涌的欲望 沾染着两人的身体 激情结束 全美正准备穿衣离去 勋却不顾全美的反抗 将他捆绑起来 拿起全美的手机 拨通了幸雄的电话 不顾全美的哀求 将手机递到了全美的耳边 逼迫他告诉丈夫自己的奸情 被丈夫抛弃的恐惧席卷了全美 他气不成声 但还是强装镇定 告诉幸雄 自己今晚或许不回家了 勋突然改变了主意 他不再强迫全美揭露自己的奸情 反而教全美 便出一个谎言打发了幸雄 并承诺会放他回家 全美按照勋的指示 对丈夫说了谎 便探讨在床上 无声地流着泪 罪恶感与恐惧 交织在他的内心 直到他穿好衣服 走在街上 依然昏昏噩噩噩 甚至一不小心摔倒在地 呆滞的一动不动 勋肆意地嘲笑起的量子 突然 一个卖春女拉住了勋 只要5000日元 就可以得到我 勋抬头 却发现面前的卖春女 是个老熟人 他激动地嘲笑着 女人的可悲 转头对全美介绍起来 这位卖春女 便是当初告诉 寻城堡的女人 卖春女蹲在全美的面前 温柔地向她伸出手 带着全美离开了 画面再次回到警局这边 几天继续排查失踪的女性 他们找到了 最有可能是受害者的 那一位美金子 美金子今年39岁 是东都大学文学系副教授 他一顾的父亲信杰 也曾在同一学研究职 识任教授 信件爱好绘画 时常让女儿美金子担任模特 在信件死后 美金子和母亲 住在了家族的老宅中 美金子的邻居 时常看到她晚归 并且衣桌暴露 几天推断 美金子是一位卖春女 事实证明 几天的推断没有错 当初带走全美的那位卖春女 正是美金子 她带着全美 在酒店街中穿梭 走到酒店街的出口 美金子就让全美 不要再跟着她 严肃地叫全美回家去 美金子认为 全美还没有完全堕落 这条不满卖春女的酒店街 极其黑暗 像全美这样 仍旧心怀光明的人 不应该在这里停留 可全美却叫住了美金子 饱毒失诗的全美早已听出 美金子口中无数人想要进入 却永远徘徊在其外的城堡 是卡夫卡笔下的异象 听见全美指出城堡的来源 美金子惊喜地转过头 她明白 如果全美已经理解了城堡的含义 仍旧叫住了她 就意味着全美和她一样 都被困在同样的痛苦之中 在这条烂缩的酒店街中 美金子第一次找到了知音 美金子激动地询问着全美的来历 得知全美竟然是知名作家姓雄的妻子后 美金子笑了起来 全美哭诉着内心的苦楚 在她眼中 丈夫姓雄是如此纯洁的男人 纯洁的令全美无法跟上她的脚步 美金子告诉全美 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个纯洁的男人 但纯洁的男人并不是城堡的出入口 而是在其他地方 明白了美金子能够理解自己 全美就再也无法维持她枪装的平静 她哭诉着向美金子诉说自己的无助 以及快要把她逼疯了的愧疚感 她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全美第一眼就知道 美金子将是引领自己的人 她祈求着美金子 为自己指明前进的方向 美金子务比心疼地看着哭泣的全美 仿佛看到了曾在痛苦与困惑中挣扎的自己 但当美金子听到 全美说能理解自己时 她不然大怒 丢下全美 朝街上的男人走去 美金子扬起缠美的笑容 亲密地往上男人的手臂 五千日元就可以得到我 她开出的价格极为低廉 男人自然不会放过一个如此美严的女人 很快 两人朝不远处的废弃楼房走去 全美已经视美金子为自己的救赎 她不甘心就这样失去美金子的引领 全美哭泣着 跟随美金子进入了废弃楼房 趴在门缝上 注视着屋内的情景 只见 美金子正风轻万种地 退下自己的衣衫 向男人展示自己诱人的肉体 不过很快 她便注意到了门外的全美 美金子朝全美挑衅自己一笑 向她张开了怀抱 全美眼中喊泪 如同得到救赎般笑了起来 全美一步步走进正沉沦在情欲中的美金子 却听到她的命令 好好看着眼前的一切 全美只得呆呆地看着 激情过后 美金子送走了客人 和全美一同去便利店买酒 美金子将钞票丢在嘴上 万分挑逗地将钱付给老板 买完酒 两人便回到了废弃楼房 美金子拉着全美微信干杯 气氛难得轻松了下来 她询问全美是否打算为薰工作 全美这才知道 薰是这一代的皮条客 知道了两人之前并不认识 只是露水情缘 美金子非常生气 她告诉全美 如果是与不爱的男人发生关系 就理所应当地该让对方付钱 说着 美金子将写着自己工作地址 与上课的时间的纸条递给了全美 她随时欢迎全美的到来 一夜中 几天结束工作回到家 却发现门口有一双不属于丈夫的男士皮鞋 她走进客厅 正看见丈夫与好友在谈天说地 见几天回来 丈夫联盟取取一瓶洋酒 想着要与挚友好好聊聊 丈夫一离开房间 那男人就将手搭在了几天腿上 只有他们两人心知肚明 在丈夫喝醉的夜里 他们曾在这张餐桌上忘情地缠绵 是的 这男人就是几天的情人 几天紧张地推开情人 可情人却以他的仕途为要挟 逼迫地亲吻自己 几天拗不过 只好勉强地献上一问 两人分开之时 丈夫正好退门而入 几天惊慌未定 丈夫却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 自顾自得问起不久前发生的案件 那是一个女人 在商场前刺死了自己 她最后的遗言是 我爱你 第二天 几天独自来到了酒店街的废弃楼房 或许是想要切身感受受害者的心情 她摊开一卷红色地毯 躺在了上面 雨水从破败的屋顶低落 淋在几天身上 她却一动不动 却这样躺了许久许久 后来手机响起 接起电话是情人 她的言语永远充满着情欲 支配着几天的感官 几天在情人的命令下 爱抚起自己的身体 脑中回响的是与情人缠绵的场景 可恍惚间 几天却看到了一个 身穿红色长裙的女子 嘶嘶扰了她的脖颈 几天认识这个红衣女人 几天回想起那日的情景 那也是一个雨夜 女人穿着朴素的衣服 突然站立在了那里 紧接着并用匕首 刺向了自己的胸膛 人们的尖叫声滑破天空 几天急忙上前给女人止血 但女人已经没有了求生的欲望 她自称是一个做了错事的愚蠢女人 唯一的心愿便是 不被自己的丈夫抛弃 几天很快明白了 女人的所作所为 她出轨了 为了实现女人的心愿 女警掰断了她的手机 将那些暧昧的聊天记录 永远销毁 女人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她变得神志不清 唯一诉说的是 对丈夫无尽的爱与依恋 她的遗言便是我爱你 几天从回忆中缓过神来 女人仍然死死了恶如她的脖颈 不断地向几天祈求着 求求你 杀了我吧求求你 甚至拉着几天的手 朝自己的脖颈上掐去 几天被这惊骇的绝望打动 她哭泣着用力掐下去 决心成全女人 突然 几天睁开了双眼 刚刚的一切 不过是一场梦 故事先再次回到全美这边 东都大学的校内 全美顺着纸条上的信息 找到了美金子的教室 走进教室时 美金子正在讲解一首诗 早不该学习言语 若能活在没有言语的世界 该有多好 早不该学习言语 因为我只懂得日语和少量的外语 而我 却在你的眼中却不 读起诗的美金子分外柔情 她的眼中饱寒热泪 正如两人相遇的那晚一样 下课后 美金子惊喜地与全美见面 她将钞票丢在嘴里 却不像那晚一样挑逗 反而如同一个赤诚活泼的孩童 两人笑着漫步在校园的街道上 路过一把长椅 美金子别拉着全美坐着下来 她提起自己的父亲 也曾与她一同坐在这里 给她讲述各种各样的故事 正当全美要说些什么的时候 美金子打断了她 美金子万分真诚地告诉全美 她了解全美如同了解自己 因为全美就是她 而她就是全美 所以美金子更希望全美了解她 只有这样 全美才能更了解自己 全美仰慕地看着美金子 她是如此崇拜美金子 授课时的疯子 可美金子却告诉全美 授课只是普通的言语 这样的言语会让人一知半解 真正的言语 每个都有血有肉 拥有灵魂 就如同全美的身体 充满着意义 是的 言语的意义在于躯体 全美善然累下 她从未听过如此优美的话语 也从未被如此真实 美金子引诵起课上的诗篇 早不该学习言语 因为我只懂得日语和少量的外语 而我却在你的眼泪中却不 全美没有理解 任由美金子失去得的泪水 美金子告诉全美 如果不能懂得 躯体传达的情感 那么流泪也只不过是生理现象 只有理解了自己的情感 才能真正与他人建立起连接 对面的长椅上 一个男学生笑盈盈地看着两人 美金子告诉全美 她曾给过这个男学生优惠 见男生还在盯着自己 美金子拉着全美上前 问她愿不愿意和这个男生缠绵 不等全美反应 美金子便自顾自的 走进了身后的楼房 男生也熟门熟路地跟了上去 等到全美终于来到 两人私会的洗手间里 美金子已经和那个男学生 热烈地缠绵在离奇 美金子向全美伸出手 邀请她加入 鬼使臣差的 全美没有拒绝 晚上 美金子与全美来到了酒馆 两人交谈审欢 美金子邀请全美今晚陪伴自己 全美明白 他们将再一次回到 肮脏黑暗的酒店街 这或许是她摆脱痛苦 与迷茫的唯一出路 她笑着答应了 洗手间里 美金子正对着镜子更换衣物 她露出了一副 从未表现过的悲伤的表情 如同一个丢失了 心爱之物的小女孩般 喃喃自语着 雄门复兴心结的去向 美金子逐渐回想起了 心结已经死去的事实 眼中的柔软 也被疯狂和尖锐替代 她换上那一身 接客室穿的性感衣裙 花上美艳的浓妆 坐会到全美的身前 饮进了杯中的酒 一滴泪水 从她的面颊滑落 美金子站起身来 带着全美又一次回到了酒店街 美金子和全美约定 让全美先去废弃建筑中等待 她找到客人 就会前往废弃建筑 只是 美金子的计划被打乱了 她的老客人带来了朋友 准备一同享用美金子这个游物 美金子大笑着 和两个男人走进废弃建筑 全美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跟了上去 走进房间 美金子已经在和一个男人缠绵 她如同一头沉浸在穷衣中的野兽 发出振振嘶与狂笑 另一个男人依着门框 欣赏这桩火春宫 见到全美来 美金子便告诉那个男人 全美是他的学生 只要给出同样的价钱 就可以享用全美 全美十分抗拒 可听着美金子嘶吼着 让他接受这个男人 全美还是从了 激情结束 男人掏出5000日元 递给美金子 显然是想要赖掉 本该付给全美的那份 美金子怒不可遏 掏出匕首 抵在男人的脖颈 逼迫他 给出应有的报酬 男人吓得魂不附提 匆匆掏出险金扔在地上 便逃出了废弃楼房 看着畏惧地 琐瑟在角落的全美 美金子恨铁不成钢 命令全美捡起现金 看着匍匐在地上的全美 美金子眼中含泪 他嘶吼着告诉全美 这5000日元 是用身体赚来的 从全美的肉体 被赋予价值的这一刻开始 他的名字 才拥有了真正的意义 全美泪入雨下 仿佛再无法承受 这样的压力 美金子拥抱着他 告诉他 接下来去找下一位客人 可全美实在无法继续了 他气不成声地道歉 美金子健壮并没有强迫他 只是告诫全美 要好好珍惜这5000日元 如果因为背叛了丈夫 而感到愧疚 便告诉自己 自己只爱丈夫一人 而与不爱的男人欢爱时 一定要他们付出报酬 钱财的多少并不重要 但绝不能被免费享受 全美恍惚地回到家中 脸上一直挂着 凄凉而幸福的微笑 直到脱去鞋子时 才发现自己一直 仅仅攥着那5000日元 全美将那五张现金 加今日记本 留作纪念 随后一如往常地 迎接丈夫幸雄的归来 在幸雄转身的瞬间 全美脱下了自己的上衣 扑向了幸雄 全美再也无法忍受 丈夫轻飘飘的爱语 她如此迫切地渴望 能从丈夫的身体中 得到爱的证明 可丈夫激烈地反抗 打碎了全美的梦 第二天早晨 全美失去了 来之不易的告别文 她又一次注视着丈夫 冷漠地离去 这一天 全美又在超市遇见了 曾经有过一次 露水情缘的男人 那男人想要再次和全美缠绵 然而全美虔诚地 遵守着美镜子的告诫 可那人得知全美要 收取报酬后 便嫌弃地走开了 无休时 全美接到了 心坛爱丽的电话 爱丽希望全美 能够再次拍摄 全美兴奋至极 大声地同意了 她再次来到摄影棚 十分热情主动地表演着 强烈的反差 令所有人都为之震惊 拍摄结束后 马天尼追赏了全美 她邀请全美 再次和她共服无衫 但全美仍旧坚持着自己的底线 如果马天尼不给报酬 她绝对不会提供免费的服务 马天尼觉得全美不可理喻 在她看来 全美才该为了她的肉体 支付费用 但全美没有理会 她都愤愤不平 若无其事地离开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全美都没有再和美金子见面 也不再去酒店街 她时常穿着性感地站在街头 一旦有男人搭闪 表现出想要邀约她的念头 全美便直接了当地询问对方 愿意支付多少报酬 奇怪的是 男人们在知道全美是卖春女之后 总是万分嫌弃地走开 全美心想 或许男人只愿意 尊重免费和自己发生关系的女人吧 如果有人爽快地给出报酬 全美便毫不犹豫地答应 她丝毫不必会承认 自己是卖春女的事实 在这样的行为里 全美获得了内心的自由 她不再失眠 不再困惑 全美决定停止写日记 因为她已经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 来承载内心的欲望了 不久后 全美再次去了东都大学 拜访美金子 她大大方方地 穿着性感的衣服 不再用墨镜 遮盖自己的面容 脸上满是轻快的笑意 看着这样的全美 美金子也明白了 她已经解放自己 于是美金子将全美 带到了薰的面前 看见这个曾经伤害 羞辱自己的男人 全美仍然心有余悸 但美金子告诉全美 她现在正为薰工作 并认为全美也该和她一样 成为薰手下的卖春女 为了商议 美金子将两人带回了自己的住处 这是她家族的老宅 美金子的母亲也在此居住 母亲是一个慈眉善梦的老人 脸上挂着高雅温和的笑容 仔细看来 与美金子的表情如出一辙 美金子告诉全美 母亲知道自己的所有事 包括她卖春的事情 会客厅中 众人正在喝茶 美金子的母亲微笑着问起薰 突然 美金子拿茶杯的手 剧烈地颤抖了起来 等全美再看过去时 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只看见美金子的脸上 那公式化的优雅笑容 和眼神中若隐若现的敌意 但这看似平静的气氛 很快就被美金子的母亲打破了 她仍然优雅地笑着 但说出来的话自自助心 美金子的母亲 痛斥美金子和她的父亲信杰 同样卑劣下流 甚至用信杰的死亡刺痛美金子 她的语气无比厌恶 似乎面前的 并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 而是一团肮脏丑陋的会晤 很快 这场有来有回的争吵 就变成了母女间阴毒的诅咒 美金子的母亲突然跑出会合厅 抄起一把剑刀 一把将美金子推倒在地 做事要将美金子究地处决 可美金子没有害怕 反而狂笑起来 来呀 杀了我吧 杀了我啊 歇死底里之后 美金子的母亲贪坐在地上 悲痛一觉地哭了起来 美金子无视了母亲 拦着全美便离开了 只留下薰衣人 看着母亲的丑态放声大笑 夜晚 美金子带着全美 来到了薰拉皮特的据点 魔女俱乐部 这是一个坐落在酒店街的小房子 里面坐着几个不同风格的麦春女 从少妇到少女应有尽有 薰卫全美起了一个化名 杨子 这里的负责人对全美十分满意 他向全美解释起这里运作的规则 客人会通过电话订购麦春女 负责人便会挑选 符合客人喜好的女郎 送到客人的房间 如果客人对安排的麦春女不满意 那么负责人将会为她更换 这时 刚刚结束工作的女孩回到了房间 看着新来的全美 便慷慨地将自己的假发借给了她 薰卫全美戴上墨镜 一下子 全美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全美还是有些紧张 美金子耐心地安抚着全美 两人正说话时 有一个客人打电话来 这位客人喜欢受销的女郎 负责人挑选了一遍 便派了美金子前去 等到美金子离开 薰才得意洋洋地 向全美炫耀自己的伎俩 美金子天性桀骜不逊 时常与客人争吵 是卖春雨中的怪人 薰与负责人 便时常会让美金子去打头阵 客人大概率会不满美金子的脾气 就会打电话来要求更换女郎 这时候薰和负责人就可以坐地起家 要求对方买所谓的VIP套餐 在薰的眼中 美金子不过是一个低质的商品 就是为了让客人付更多的钱 才留美金子在他的店里 全美没有想到 家世贤和才华横溢的美金子 在薰的手中 也不过是一块 用来隐喻的劣质砖头 不出薰所料 客人很快就打来了投诉电话 骂骂咧咧地要求更换女郎 负责人还在哄骗着客人 买下了VIP套餐 薰就将改透换面的全美 带往了客人的房间 全美来到客人的房间时 床上的两人 已经气喘吁吁地 躺在床上休息 那客人一脚将美金子踢下床 斥责是美金子强迫了他 倒在地上的美金子 撞倒了全美 但美金子顾不得疼痛 胡搅蛮缠地 要求客人付钱 可全美却认出了客人的声音 他看着一地的手稿 如同坠入了深渊 这粗暴地 如抹着美金子的男人 正是全美的丈夫幸雄 怪不得他从来不在家里写作 怪不得他从来不碰自己 原来都是在外面 欲卖春女私婚 全美立刻戴上墨镜 亮亮强强地站了起来 泪水从她面颊滑落 她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 扑倒了幸雄 强势地爬伤幸雄的身体 看着往日温文尔雅的丈夫 在自己身下猙獰的丑态 全美只觉得悲痛欲绝 她发出痛苦的悲鸣 质问着幸雄 你知道我是谁吗 可幸雄全然没放在心上 只是如同动物般 继续着动作 全美愤怒地摘下墨镜 露出自己的脸 幸雄无比震惊 自己拿温顺的妻子 怎么会做卖春女 这样肮脏的勾当 美金子却肆意地狂笑了起来 她搂过全美问道 你会让她付钱吗 全美坚定地回答 会 美金子温言笑得更加讥讽 她明白全美只向不爱的男人 缩取报酬 如今 她对丈夫的爱已经消失了 幸雄掀开全美 质问她为什么在这里 全美没有回答 只是嘶吼着要幸雄付钱 幸雄抽出一打险金 羞辱地摔在全美的脸上 接着将所有人都赶了出去 全美愤恨地与幸雄对视了一眼 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 在酒店走廊中 全美悲痛地问美金子 你和她做了多少次 美金子若无其事地回答 很多次 想起那晚美金子知道自己是幸雄妻子后的笑容 全美惊觉 美金子早已知道自己与幸雄的关系 却还是毫无顾忌地和幸雄纠缠 全美不敢相信面前的挚友 居然如此对待自己 美金子也被她的质问激怒 疯狂地敲打着幸雄的房门 用幸雄的名声逼迫她开门 一进门 美金子便骑在了幸雄身上 寻拉着全美进入房间 强迫她观看面前的一幕 美金子得意洋洋地扼住幸雄的脖颈 向全美炫耀着 幸雄一直是用这样窒息的快感 来获取写作的灵感 而两人早就有了很多次交易 甚至在幸雄与全美结婚前 美金子用这样的方式 帮幸雄获得写作灵感 美金子告诉全美 她教会全美并不是要解救她 而是故意引诱全美进入卖春女的行当 竟然让她亲眼看见这一幕 许思义地大笑着 将装满粉色游戏的水球 一个个扔在美金子身上 那充满情欲的色彩 溅满整个房间 装点着美金子的疯狂 美金子抬头看着全美 几乎是祈求般地说道 我们一起去废弃楼房吧 若全美内心没有被嫉妒与愤恨攻占 或许她会看见 美金子的眼中 充斥着多么浓烈的哀伤与痛苦 全美迎摇与美金子一通来到了废弃楼房 美金子从未见过这样的表情 她痛苦地睁大双眼 哀伤地倾诉着内心的困惑 她从未将信件看作为自己的父亲 而将她当作自己的男人 但出于伦理 她永远无法真正地与爱人厮守 父亲便是美金子的城堡 但她却永远无法到达城堡的入口 她一再无力背负着没有尽头的痛苦 直求一死 尽管美金子并不知道 死后是否就能够进入城堡 但死亡总比这没有终点的苦苦追寻 要好得多 全美也从未如此愤怒 她讥讽地看着美金子的可悲 无法自控地想要杀死这个 让她的婚姻毁于一旦的女人 可美金子却毫不畏惧 反而急切地将匕首塞进全美手中 催促着全美将自己杀死 见全美没有动作 美金子扼住全美的喉咙 逼迫她动手 全美几回要窒息 她内心剧烈挣扎着 却无论如何 都难以对昔日的好友痛下杀手 正当两人撕舍在一起时 美金子的母亲出现在了门口 美金子的母亲抓起全美的手 逼迫着全美也掐住美金子的咽喉 并指挥薰控制住美金子 以免她反抗 全美顿时泪入雨下 她不忍心 也不愿意杀死美金子 可美金子已经彻底绝望 她迫切地渴求死亡来结束内心的痛苦 她露出柔软的脖颈 哀求着全美杀死自己 全美理解了美金子 却心成全她 颤抖着双手 扼住了美金子的喉咙 勋早已恐惧地缩到了墙角 不住地惊叫着 而美金子的母亲 却在此时拿出了剑刀 故事先再次回到女警吉田这里 她和同事跑遍了酒店街 也没有得到有用的证据 但好在 法医终于辨认出了死者的身份 那在废棄楼房中被肢解的女人 就是美金子 几天顺着线索 拜访了美金子的母亲 这个出身名门的老妇人 亲切地在回客厅接见了她 脸上依然挂着温和高雅的笑容 嘴上却痛斥着 自己的丈夫与女儿 逗留着下间的血液 而美金子之所以如此放纵 都是因为遗传了 父亲低劣的基因 她无法容忍自己高贵的家族中 出现了这样的败类 为了整顿家风 她才杀害了美金子 并割下了她下间的器官 而那些未被警方发现的残肢断壁 警察打开袋子 一阵恶臭扑鼻而来 袋子中的尸块早已生去腐烂 但头部依然能够辨认出 美金子的样貌 美金子的母亲承认了 自己得到了他人的帮助 才杀害了美金子 可当几天问起那人是谁的时候 老夫人却一言不发地拿出剑刀 直直地插入了自己的胸口 同事惊呼着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几天急忙赶去 那是一处书房 陈列着各式各样的画作 那画上的女子正是美金子 面容或轻浮或青春 出自一人之手美金子的父亲信件 而在那些画作的上方 悬挂着一具男人的尸体 是勋 在这小小的房间内 四处都建设着粉色油漆 可以窥见情欲 曾如何疯狂地席卷这些人 案件一美金子的自杀结束了 事后 几天顺着线索找到了姓雄 姓雄依旧保持着人间的风度翩翩 表示自己对妻子全美的失踪毫不知情 而他最关心的 只有自己的名声 可几天分明看见 地毯上有一块粉色油漆的印记 他内心明白 姓雄于此脱不了甘心 几天不愿再问 转身离开了姓雄家 在美金子死后 全美似乎变成了美金子的样子 他化着浓妆 穿着性感单薄的衣裙 时常在街头徘徊 面对着两个男孩 他毫不羞愧地蹲下小便 三人的脸上都露出天真的笑容 全美又回到了酒店街 继续得到卖春生意 他编的桀骜不羁 性格狂躁 时常与客人发生冲突 如曾经的美金子那样 被其他卖春女所厌恶排斥 一日 他在与客人缠绵之后 坐在床边又一次 吟诵起了那首诗歌 早不该学习言语 因为我只懂得日语 和少量的外语 而我却在你的眼泪中却步 客人对此嗤之以鼻 讥讽那是手烂石 全美不然大怒 扑到客人身上 摔出一个耳光 他不管不顾地 压住客人的身体 大声地重复着那首诗歌 第二天 全美就被那客人 和带来的朋友 抓到了酒店街小巷 两人对全美拳打脚踢 直到全美再也无法 动弹地躺倒在地 全美沉默着 脑中却浮现出 美金子的身影 那时的美金子 依旧鲜活着 站在讲台上 音诵诗歌 全美眼含热泪 依旧微笑着 这个离奇而悲伤的故事 就此结束了 作为一部文学性 极高的佳作 这部电影不仅仅 极度瑰丽地渲染了 情色的流动 也埋下了许多 对于社会的思考 美金子作为名门之后 却变得歇斯底里 放浪行海 她的母亲认为 这是美金子天生下贱 然而我们却能从 美金子的家庭中 窥见她 变成这样的原因 但如果想要读懂美金子 就不得不提及 卡夫卡的名作《城堡》 书中的主人公K 来到城堡附近的村庄 这里的人都无比向往 城堡内的生活 但又都日复一日地 卑微地活着 面对K这个外乡人 他们无比排斥 甚至讥讽羞辱K 而K此生都希望 能够进入城堡 却也只能如同村庄的人们那样 永远徘徊 这如美金子的一生 她狂热地爱恋着 自己的亲生父亲信杰 视信杰为自己心中的城堡 但信杰却将她拒之门外 而美金子的母亲 便如同书中的村中人 对美金子焉无愤痕 以至于痛下杀手 但对于父亲的爱恋 真的是美金子自发的吗 一个言辞拒绝女儿爱恋的父亲 怎会画下女儿的裸体 以及条头的画作呢 这无疑是信杰 对于美金子的隐忧玩弄 而美金子的母亲发现这一切 她没有保护美金子 反而在一种 近乎扭曲的雌性竞争中 产生了恨意 视美金子为家们的侮辱 美金子无法进入内心的城堡 也如K一般被排斥被伤害 她彻底失去了精神的安身之所 在美金子结识了全美后 她从全美身上 看到了与自己同样的痛苦 她明白 只有全美能够给予自己解脱 所以美金子步步为营 引导全美直面丈夫的丑陋 从而激怒她 让她杀死自己 但美金子 绝不只是残酷地利用全美 她是想让全美明白 她向往的那个城堡 是多么地无悔不堪 而说起全美 我认为她获得了真正的解脱 全美曾经被性熊的掌控束缚在家中 她失去了自己的意义与价值 只是如同一个女佣 一个会干家务的玩偶般存在着 对于性熊来说 全美与自己的拖鞋没什么两样 每天都出现在同样的地点 每天都被她若无其事地使用着 美金子的出现 让全美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她开始真正地掌控自己的身体 从情欲中找到 让自己感受到真正愉快的方式 许多人认为 她最后变成了第二个美金子 沦落风尘 放浪行海 但影片中的情欲 并不仅仅关于行 更关于控制 二十世纪末的日本 繁文入节和性的压抑碰撞 傅全的统治压迫着每一个人 美金子和全美 都被这种无形的禁锢所困 美金子被玩弄自己的父亲所拒绝 又被亲生母亲 用灭人瘀的教条厌恶伤害 而全美没有办法在婚姻中 得到爱与自己的异议 在出轨后 也因为内心对于丈夫的爱 而万分痛苦 他们都失去了 对自己内心的掌控权 在困惑中苦苦挣扎 为了能够掌控自己 他们只能化身为卖春女 这时他们既是商品 也是卖家 只有将自己物化 才能够将对自己的掌控权 夺回自己的手中 影片中如此强调 躯体的重要性也是如此 而在全美变得放浪行海之后 她已经不再追逐虚妄的城堡 对丈夫的爱 遭遇在面对姓雄一直以来 都在和卖春女纠缠的事实后破灭 当她在男孩的面前 毫无顾忌地小便时 她的身体就脱去了世俗的意义 而是纯粹的血肉 纯粹的人 全美从此能够真正掌握 自己的身体与情感 不再谨小甚微地 在丈夫的斥责与无事中度日 甚至能够为了心中高洁的诗举 与客人大打出手 而在影片中最神秘的角色则是勋 没有人知道她从何而来 又是为什么在美金子的家中吊死 我认为她是一种父权制的象征 迅玩弄着女性 利用着女性 嘲讽着女性 在生活中的挣扎痛苦 这从她羞辱全美 和将美金子看作低劣商品中 就可见一斑 然而在全美和美金子的母亲 合力杀死美金子时 迅也看到了女性的力量 而为此恐惧晚分 在故事的最后 全美摆脱了父权的桎梏 美金子与母亲双双惨死 营绕在三人身上的压迫 也随之消失 营也作为这样的象征意义 死在了美金子的家中 至于影片开头废弃楼房中 发现的两具尸体 正是美金子的两部分尸块 分别与假人拼接而成 一具穿着学生制服 另一具则穿着红裙 前者是学生时期 与父亲私混的美金子 后者是放浪行骸 在酒店中卖春的美金子 就这样 美金子的母亲全面否定 并在精神上杀死了两个美金子 大概只有这样 才能消解心头之恨吧 那首曾多次在影片中出现的诗歌 早不该学习言语 因为我只懂得日语和少量的外语 而我却在你的眼泪中却步 也驳斥了父权 对于人们的压迫 言语指的便是 社会中的繁文入节 和畸形的道德 而这些社会道德 本就是压迫人性的 片中反复提到的城堡 到底指的是什么 在一开始 对于美金子来说 是父亲的接纳与爱恋 对于全美来说 则是得到一知高高在上的 丈夫姓雄的爱与尊重 可这样的目标本就是虚妄的 正如卡夫卡的城堡中 腐败的官僚 是一个看似光鲜 却虚妄污秽的地方 在电影中 则是人们在无望的生活中 想象出的美好 但这些美好本就是不真实的 全美的丈夫姓雄 常年与麦春女私婚 却对妻子冷漠粗暴 美金子的父亲 也并不是纯洁的男人 而是引诱玩弄亲生女儿的败类 全美看破了丈夫的虚伪与丑陋 放弃了对虚妄的城堡的追求 美金子却困在了虚无的道路中 只能恳求全美给他死亡的解脱 在美金子死后 城堡的形象也就此破灭 那么对于城堡的追逐 便不复存在了吗 不是的 在影片的最后 女警吉田和家人共见早餐 她打断了情人的电话 决心回归家庭 可此时此刻 一辆垃圾车开过门外 吉田发现自己错过了 收垃圾的时间 急忙拿着垃圾袋 朝门外奔去 一路上 吉田都在追赶垃圾 可垃圾车走停停 好像近在迟迟 但吉田却无论如何都追不上 只能一意孤行地向前跑去 或许在某个时刻 吉田也会产生困惑 错过垃圾车又能怎样呢 接着 她索性扔下手中的垃圾 在陌生的街道徘徊 很显然 这又是一个 徘徊在城堡门外的女人 好了 本期视频就是这样 下期视频继续咱们的 中口原子温系列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